美國海軍在星期二說 海軍艦隻在霍爾木茲海峽 與伊朗革命衛隊發生緊張的交鋒 美國海軍位於中東第五艦隊說 當美國海軍巡邏艦西諾克號 和海軍遠征快速運輸艦喬克托願號 在星期一通過波斯灣狹窄的海峽時 與伊朗三艘革命衛隊的艦艇 發生了不安全和不專業的遭遇 美國海軍發布了一段簡短的視頻 展示了這次遭遇的經過